剛才發生什麼事情 沒什麼事 不要講得真的 講一下 因為很大聲 大家都要講一下 這邊都聽 朝鮮商在三樓聲音大到 樓下都能聽見 氣氛到底有多差 還原現場 他說你嚇到後面對告對 所以其實已經有言語的威脅 朝鮮商變成10月27號當天 全武行的澄清大會 當天藍營立委陳一鳴 被綠委蘇振興打趴 蘇振興還趁勝追擊 讓陳一鳴爬都爬不起來 想到就害怕 蘇振興過來 來鎖我的喉嚨 自我於死 還好我死裡逃生 你怎麼知道我心裡 其實身心受創 陳一鳴委員 他心裡都沒有放下 其實蘇振興也不認識陳一鳴 陳一鳴也不認識蘇振興 兩個人名氣都不夠大 民進黨立委出手攻擊 事後還嘲諷受害者 完全絕對姿態 擺好擺滿 跟下令封殺友軍 時代力量的任何提案 你不能得了賠拐 因為我們幫你 因此真的修憲的案子 然後你就說18歲是你們體力 好像我們不算是18歲 這豆腐吃得太厲害了吧 民進黨國會最大黨 痛標朋友 嘲諷敵人都好不手軟 支持華少平 陳一鳴文 S9 蔡北報導